那你很多的毛囊 它原本是在正常生长期的轨道 它会一瞬间进入到休止期 然后过了三个月它就会开始脱落 大家好 我是D7D7生法诊所院长朱冠州 你想有法 我有办法 那我自己有设备过了一些文献 跟新冠肺炎有相关的话 他们其实曾经国外有做过研究 在土耳其甚至在武汉的地方 他们发生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在三到六个月有休止期落法的比率 高达30%到50%左右 那甚至还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你即便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他也有可能有十分之一的机会 会有休止期落法 所以他们上次建议就是说 病人因为休止期落法来求诊的话 或许我们也要开始要怀疑 他是不是曾经有得过了新冠肺炎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情况 通常在一个重大的事件 那重大的事件的话 包括可能你是发烧啦 生大病啦 住ICU啦 或者说 你有一些内分病的问题 或者说是营养不均衡 那甚至就是荷尔蒙剧烈的变动 像怀孕生产的当下 那你很多的毛囊 他原本是在正常生长期的轨道 他会一瞬间进入到休止期 然后过了三个月他就会开始脱落 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个事件发生的三个月的这种大量调法 我们叫做休止期落法 休止期落法的话 基本上是不需要太担心 他既然发生之后三到六个月 他其实是自然会恢复的 休止期落法的话 他为什么会发生 他可能跟有Psychosocial 就是社会啦 神经上面的一些诱发的因素导致 包括你的神经传导的神经西安 一些神经传导的多生态等等的话 他其实会影响毛囊的生长期 让他比较快速进入到休止期 那在新冠肺炎 如果说比较容易会有休止期落法的话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Psychosocial的问题以外 他其实还有几个因素 那第一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得到了新冠肺炎的话 它体内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风暴 促炎细胞激素在这个时候 它会大量的增加 它是引起你休止期落法 最主要的原因 那第二的话 我们知道他在得到了新冠肺炎 我们体内的一些抗凝血物质 会大量的消耗 所以在血管里面会产生许多微小的血栓 那这些微小的血栓的话 他也会阻塞了你一些末梢 可能毛囊周围的一些 这些微小的血栓也是引起 休止期落法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在治疗的期间的话 你会用一些用药 那可能有一些药物的话 它其实也有可能是 引起你休止期落法的原因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 这会心理上的这些压力 然后隔离的压力 然后住院的压力 这部分大概这四个因素是引起 新冠肺炎之后会有休止期落法 正常人的话其实每天都会掉法 那一天的话 你如果说没有洗头的时候 掉个100根 甚至有洗头的时候掉到150根 基本上都还算是正常 因为我们头发它本来就会有 正常的新陈代谢 每天都会有一定比例的头发 是从生长期进入到休止期 这个就是正常的落法 那比较常见的雄性凸的话 它其实也会掉法 那掉法的数量也会比较多 不过雄性凸的掉法 它其实是今年累月缓慢 逐渐在进行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雄性凸的落法 它其实毛囊是逐渐在萎缩 所以你有会发现 这个掉的头发是 会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然后细到某一个程度 它可能某一次掉了以后 它就没有再长出来 那如果说是休止期落法 就一般我们讲的压力型的落法 这个大概就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可能在某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的 三到六个月产生大量的掉法 甚至有时候你手稍微轻轻的一拨 它就是一把一把的掉 所以其实这几个状况 如果说病人他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掉法 是不是正常 有时候我们会询问一下 每天掉的数量 那发生的频率 或者说发生的这些时间性 那甚至我们会请他收集一下 掉的头发 里面是正常的粗细的头发多 还是变细的头发多 我们从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判断 正常的掉法的话 在男生女生其实是都差不多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那如果说是休止期落法 它其实这个男生女生 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因为它其实跟事件有关系 那如果说是我们讲的雄性秃的话 那在女生的话 雄性秃的几率可能是十分之一 但是如果说在男生的话 甚至有时候超过某一个年纪以上 所以可能高达六成到七成的病人 都会有雄性秃的问题 短期的大量掉法 就是在延续的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的话 我们都叫做急性休止期落法 那当然另外一种情况是叫慢性休止期落法 就是说你的休止期落法 它是反反复复断断续续的 然后延续超过六个月以上 我们叫做慢性休止期落法 不过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急性慢性 有时候我们是以它疾病的长短的时间来分 那其实原因其实有时候都是很类似的 你如果说把引起的原因把它排除掉了 可能有些人是用药的关系引起了 你把这药物把它拿掉了 或者说有些人是因为营养不均衡的关系引起了 你把它营养的不均衡的部分把它改善了 然后补充了一些营养素之后 其实这些东西它就会完结掉 有一种比较特别就是说有些人是可能是本身的问题 就是说它可能是有贫血啦 或者说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把引起它休止期落法的这个病因把它排除掉的话 它其实就会一直反反复复断断续续 然后如果说这个超过六个月以上就叫慢性休止期落法 不过基本上你只要原因排除掉它都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制定原因把它排除掉这个是最首要的 那如果说这部分没有排除掉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你可能治疗了 然后它有获得到了一些改善 可是你只要停止治疗它就又恢复 基本上其实是不需要太多的其他的治疗 因为它是自己会好的病 那如果说你希望这个疾病能够比较快恢复的话 当然你可以搭配生法水下去使用 那刚刚有讲到用药的部分就是说 比较常见的可能像柔配啦 或者说试尿通啦 西法林这一类的口皮药 不过这一类的口皮药它其实是针对雄性突 它的作用基短跟休止期落法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雄性突的话是你体内荷尔蒙转换成DHTP 去攻击毛囊 所以它把这个DHTP的产生把它阻断掉了 那你的头发就不会掉 基本上如果说你的疾病是单纯的休止期落法 我们是不会需要用到这一类的口皮药来治疗 所以病人如果说在治疗也不需要太担心 刚刚讲说可能百分之二啊百分之五的病人 有可能影响性功能 影响其他一些男性女武症等等方面的不作用 如果说你的钓法是正常生理性钓法的这个以上的话 可能就还是来就医 因为常常有时候自己去Google啦 网上查一些原因 它其实有时候钓法的形态 其实有时候都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判断 那医师的话 当然我们会从可能你的病史 或者说你每天钓的数量 或者说你今天钓的头发是粗的还是细的比较多 那我们也会用数位放大镜 帮你看一下你头皮目前的状态 数位放大镜下看到的形态 其实都会有助于医师对你的这个疾病的判断 如果说经过医师来解释 那大概是什么原因 然后针对这个部分在治疗 那甚至有些疾病它是不需要治疗 它也是自己会恢复 那这样子病人不要自己在家里 自己下自己我觉得是比较好 那我们讲压力型的掉法 或者说休止期的弱法 它其实我们刚刚就讲了几个因素 所以当然是适度的放松 心情 或者说生活作息规律 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那尽量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 长期紧绷压力的状态 那另外一个 它其实跟你的营养不均衡 或者说营养素的缺乏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平常的话 就是摄取的肉 一些蔬菜植物等等的 这个部分都一定要均衡 这个部分很重要 像有些病人 他可能长期不吃肉 他有可能有一些缺铁性的贫血 这个缺铁性的贫血 其实也是很多人 引起休止期落法的最主要原因 你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你现在在使用的药物 可能要带给医师看 如果说知道了用药 然后知道他用了多少 用了多久之后发生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判断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第三期的话 当然就是前面M型往后退 然后第四期的话 就是前面M型往后退 之后头顶也开始变稀疏了 可是你现在的状况 其实是前后贯穿 所以我要讲一下 其实是在第五期的 我就是你末期了是不是 没有它有到第七期 对 好 好 好